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巴以冲突之中 大量海外的以色列人 乘机返回以色列去服兵役 然而 那些移民以色列的开封犹太人 却开始想回中国了 有群里表示 300多位远嫁以色列的华人妈妈 有18岁以上的儿子在前线战斗 请大家祈祷 以色列曾经接收了一些河南开封犹太人 一个著名的新闻 发生在2016年2月29日 有五位中国年轻女性 不远万里来到以色列 这五位新移民分别是 高一辰 岳亭 李靖 李源和李承锦 在中国期间 他们已开始学习西伯来语 和犹太教相关知识 他们先拿了为期一年的以色列签证 通过考试被拉比认可 归依犹太教后 才获得以色列国籍 其实早在2009年10月 就有七位开封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至2016年已有19位开封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其中有不少男性 甚至还有两位男性 在以色列军队服兵役 还参加了王牌的戈兰尼旅 在2015年的演习中 可以看到这些华人的照片 他们在2009年26岁时移居以色列 西伯来语名字分别叫吉迪恩和约纳坦 他们在犹太宗教学校学习了两年 学会了讲西伯来语和英语 考虑到他们的年龄 以色列国防军只要求他们服半年兵役 不过他们决心在军队待久一点 约纳坦移居以色列的时候 他想继续当牙科设备维修工 这是他在中国的职业 如今 他说 无论国防军给我分配哪个职位 我都满意 我想服完兵役之后留在以色列生活 当兵的经验应该能帮助我 真正融入以色列社会 但随后 以色列开始拒收中国男性 只收中国女性了 这里找到了有关华人女性 参加以色列国防军的报道 温德伯格24岁 中国出生 来自中国河南省开封市的犹太社区 他来到以色列后 一切都改变了 在遭遇恐怖袭击后 他决定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作为一名战士 作为215火箭炮旅的联系人服役 他的联队在戈兰高地进行训练 他表示 我非常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 并且相信 每个犹太人至少应该帮助以色列国 在中国犹太教不被允许 开封犹太人还被警告不能一起祈祷 不过 没有遇到过歧视犹太人的情况 反倒是在美国见到反友主义 对于阿维吉尔来说 回到西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以色列国是犹太人的家园 他总结道 我认为回到这个国家和信仰是我生活中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在这里我确切地知道我的道路 然而冲突爆发时 刚一照面他们所服役的精锐部队躺倒一片 10月8日下午 以色列军队第二个上校军官被击毙 此人叫罗伊利维 公开消息是 以色列国防军第98散兵师下属精锐单位 幽灵旅的指挥官 这个幽灵旅是以色列军队 在2019年仿效美国陆军第一多域战特遣队 成立的一支试验性的多域战部队 部队内部统合了纳哈尔旅 和华人士兵所在的戈兰尼旅 以及散兵旅的部分地面单位 第401装甲旅的装甲单位 还有来自炮兵侦搜部队 和战斗工兵搜索队的特战人员 甚至可以直接调动 以色列空军的F-16战斗机 以确保最佳的杀伤链形成效率 从该旅籍单位的任务履历和战备情况看 该旅在前年的袈裟冲突中娇狂无比 以其娴熟的战斗技能和强大的作战能力 无疑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一等一的王牌单位 头号强军 战备水平和满员率必然都是最高的 结果和卡桑旅突击队刚一照面 指挥官就挂了 这是以色列军队的兵役制度 和兵力使用所导致的结果 平时充斥大量战斗力低下的义务兵 事发这么突然 急着动员不出来多少人 那么事到临头赶快把这些步兵旅的侦察营 还有总军区的侦察搜索部队给拉上去 然而这些河南犹太人参军的真实原因 并不是为了保卫以色列 在以色列 服兵役是后续升学就业 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通行证 比如以色列政府 有专门提供给退役士兵的低息贷款 和便宜的宅基地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服役立功者可以被安排进入警察部队工作 公务员考试加分等等 对他们来说 服兵役是融入主流社会最直接的操作 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 战斗力可想而知 这样为何在第一波交战中 有黄种人士兵被俘就不稀奇了 对于这些河南犹太人 我国怎么看 外交部认证处的官员的正式答复是 1996年的确有一些开封人 得到了当地公证处是犹太人的错误证明 认证处当时仅对那个公证处的身份进行了公证 但不涉及犹太人证明的合法性 后来当地公证处又撤销了犹太人证明的公证 因此目前那些犹太人证明是完全非法的 该官员表示 中国没有犹太民族 只有56个民族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方面的答复也是相同的 以色列使馆新闻处的官员表示 以色列大使馆就外交部本身的程序合法性进行了认证 但并不涉及犹太人证明的合法性 以色列大使馆没有给任何犹太人后代发放过移民签证 根据以色列回归法 只有母亲是犹太人 或者自己加入犹太教的人才是犹太人 根据这个标准 按父系相传 不再有犹太社团的开封犹太后裔显然不是 想根据回归法成为以色列人 除非重新皈依犹太教 要学习还要观察你是否身体力行 需要一年多时间 大部分归一都是因为婚姻的原因 他们之所以可以移民成功 很多都是得到了外国基督教会的资助 我国会帮助撤离这些华人吗 外交部表示 陆续有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以色列搬机 外交部再次预请国人 近期避免前往以色列旅游及非必要行程 并提醒 正在以色列从事商旅活动的国人 务必提高警觉 注意自身安全 并尽快离开以色列 至于是否撤侨 外交部表示 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 与目前在以色列130多位侨民及国人保持密切联系 外交部及住处会持续密切关注及评估相关情势发展 并依据紧急应变计划及参着实际情况 全力维护再以国人及侨胞的安全 那么中国会去营救那些被俘的河南犹太人士兵吗 首先不管一个中国人原本是不是犹太教的信徒 只要移民到了以色列都是可以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 毕竟以色列政府大量打犹太复国主义的牌 去挖俄罗斯 中国 伊朗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 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墙角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补充忠于犹太国家理念的新鲜血液 冲淡阿拉伯人在军队和低端劳动力领域的存在感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华裔移民去以色列就一定是坏事吗 俄罗斯移民为以色列带来了猪肉产业 乌兹别克斯坦移民成为了沟通以色列 和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和科技合作的桥梁 中国显然也是可以利用这些移民的 既然选择放弃自己的祖国 投奔一个随时处于战争的国度 就请好好守护你们以色列人的祖国吧 拜托 尽量不要欺负巴勒斯坦平民 提示以色列军方 再有声称自己是华裔 哭天喊地要求中国干预 甚至想以此为借口逃避战争的 请毫不留情地收拾他们 这帮懦夫与我们中国无关 除非是中国国籍 否则不要指望中国来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